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里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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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几分 我发财了 好 那个家伙 什么情况 这也太上足了吧 诸位勇士 继续随我冲 胜利尽在眼前 大人 别冲了 你看看诸位 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怎么回事 人呢 百味魔头呢 他们复活了为何不敢来支援 大人 都 都被灭了 当然知道被灭了 李燕才灭掉几个 其他人不是能复活吗 好像王的人只复活了几个 其他人都没有复活 都没复活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还一座 就是他大人 就是这小子最起进 而且好像这位这小子 干掉的也没有复活 说起来 魔头确实减少了不少 单凭我一个人 没干掉这么多啊 难道三哥也能真正 消灭这些魔头 小子 你到底怎么回事 多谢你们 这把我赚麻了 猜得不错 我和李燕一样 我得真正灭掉你们 来吧 让我们继续 大人救我 去救王爷 下一个日报 让我 给我住手 三哥 你没事吧 我不行 你们 先顶住 他没事 只是刚才打得太兴奋 太上头 现在脱里也累昏过去了 万万没想到了 魔头没让李燕灭几个 却被一个老六消灭光了 我恨哪 好了 现在没那些炮灰 爱手爱脚 接下来 该送你归西了 李燕 你未必就是我的对手 我祖赐我力量 今日 我势必灭你 我也要 这家伙的实力 竟然瞬间提升了一倍勇约 剑魂 剑体 剑狱 停开 你输了 你输了 扯墨 我不服 我一定要你 诸魂一剑 好厉害 李燕这一剑 直接把他的强化状态打没了 财洛 束手做起 我给你个诠释 扯墨 扯墨啊 为什么我还死 跑 跑得了吗 不要啊 李燕 我偷 结束了 接下来 就是解决那个魔族了 李燕 看白露的尸体 有些不对 什么回事 难不成 他还能复活 活了 怎么回事 我的血肉之躯呢 我怎么变成白骨了 发生什么了 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看那边 好多骷髅 这是啥呀 骷髅们复活了 魔族 一定是魔族的力量 你啊 就说你消灭不了我 白骨就白骨吧 总比身陨浪 只要能消灭你 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下怎么办 漫山遍野都是 灭也灭不完啊 我们的状态现在都不佳 先回去 找院长商议此事 不知道 院长和毒孤长老 回来了没有 这是 天生剑狱的那位前辈 果然 自己找到万幸学院了 或许他能 前辈 是你的 前辈 这里就是万幸学院 你来万幸学院是 我来找李向天 李向天 李向天 李向天是谁啊 这里好像没有叫李向天的 你确定 既然没有 那我走了 前辈等等 嗯 再向你一视相强 天生已经凑了 我去 好强 好猛 好厉害 这个前辈 也许真的能对付魔族 前辈 我想请你 去万幸学院做客 也许 有你要找的人的消息